远处这边第一辆是一辆5008 它的旁边是一辆大的比加索 刚进来一辆DS7 老款的 这个颜色在这边 能看到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常见 等它过去了 然后我想拍什么呢 这个大比加索 还有5008这种MPV车型 它的竞争对手在法系那边 对标的就是雷洛的Scanico 就是这个车 那一辆 那一辆 这辆有三辆 然后那边还有三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Comply Car的缘故 为什么再这么多 你看的牌照的话并不是连贯的 还是员工自己选的车 我记得我当年做过同事 他的上一代的Scanico 那个时候还在七八年前 那个时候这款车特别流行 但现在MPV在欧洲市场已死了 我还想拍 这儿还有三辆 标志的车 5008 然后1007 1007早已停产的小型 迷你型MPV 再又是一辆5008 然后这儿还有一辆雪铁龙C3 这也是一个小型的MPV 很神奇 在中国想象不到的这种车型 对 我过来看一下 哇 这三款车 两个A杠A 然后这个是一杠Y 还是应该 确实 哦 这三辆就是公司的用车了 全部都有他们的那个 网址标识了